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Hello 大家好 我是CTN的谭老师 今次这个视频将会和大家复杂一下 之前Annie老师已经教过你们的第三课 关于Apps应用程式的一些基本知识 第一 会和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App 第二 会解释一下什么是App Store 这个App的商店 第三 会教你们如何去App Store 下载一个App 到你的iPad 首先和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App App 这个字是英文字 Application 就是一个应用程式或者应用程序 在你们的手机、平板电脑或者iPad的画面 每一个四方框框图案就是一个App 它们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功能或者用途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这个日历 日历的App 就很简单了 就是让你可以看到日期、月份 如果这个好像信封 这个就是你的电邮App 电邮App 让你看你的电子邮件 或者发送你的电子邮件 又或者这个地图App 可以用这个地图App来找地方 或者如何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路线图 换言之 每一个四方框的公仔 都是代表一个App 它们也有不同的功能 帮你用你的iPad去做不同的东西 当你买一部新的手机 或者iPad电脑回来的时候 本身它已经安装了很多不同的App 应用程式的了 让你可以已经用这个iPad来做不同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想下载一些新的App 那你就需要去一个地方 叫做App Store 就是这个应用程式的商店 它就是这个图案 蓝色底 接着有一个好像大街的英文A字 中间的白色 这个叫做App Store 应用程式的商店 有可能会在你的iPad下面 也可能是上面其中一个 每一部机都可能不同的 那你就可以试试找一下 在你的iPad上面 这个App Store 应用程式商店 究竟是哪里 找到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点进去 好像有那么轻轻点进去 开了你的App商店 你的应用程式商店 通常会来到这个Today的画面 Today的意思就是今天 这些会是最新推出来的App 可以一直向下拉 就会看到有很多不同的 最新推出来的App 第二这个就是Games G-A-M-E-S 就是一些手机的游戏 一些比iPad这样玩的游戏 我们点进去看看 有很多不同的Apps 游戏的Apps 你可以慢慢选择 玩哪些游戏都可以 第三这个Apps 就是所有的Apps 可以点进去 它有分不同类的 比如这个Made for Kids Made for Kids Made for Kids 就是给小朋友玩的 然后这个 Popular Apps Popular Apps 就是说是一些最受欢迎的 最受欢迎的Apps 这边还要说是Reduce Price 就是减了价 除了你可以一直向下拉之外 你还可以向左边看右边的东西 这样拉过去 还会有更多的 最后有这个Arcade Arcade 也是一些游戏 这里需要一个月费 才可以玩的游戏 我们去回这个游戏看看 其实有大部分的Apps 应用程式都是免费的 但有一些是需要收费的 那怎么分呢 如果它需要收费的话 你就会看到这个App的旁边 有一个价钱牌 譬如这个要$9.99才可以下载 下面这个要$4.99才可以下载 其他这些写着GET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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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它是免费 免费 不用钱都可以下载 但是你看到 GET下面有一个小小的字 写着In App Purchases 这个In App Purchases的意思 就是说你免费下载 但是当你进入到App 那里 你可能有一些高级的功能 你就需要付费了 比如说个例子 你下载一个打麻将游戏 游戏 它是免费给你下载 可能它每天只给你100元 100个金币来玩 如果你输了 你又不想等明天才玩 你想继续玩 这样的话 你就需要付钱 去买一些金币 才可以继续玩游戏 那种就叫做In App Purchases 在App当中 再要你付费 但是如果你说不用了 我不需要买那些东西 那我等明天才再玩 今天输了那100元金币 明天才再玩 那你就可以免费去玩这个游戏 接着下来就会示范一下 如何下载一个App 去你的iPad 刚才已经说了 这里中间这个Apps 就是所有在iPad可以下载的Apps 都会在这里找到的 我们可以点进去 然后慢慢找 我想示范的是 下载一个YouTube的App 但如果你已经知道 App的什么名字 你想下载这个App的名字 你已经知道 如何穿 这样的话 最快的方法 不是这样去找 最快的方法 是来这里 Search 这个地方 放大镜下面 Search 即是搜寻 不敢解释 那我们就来这里 点一下 点了之后 就会看到上面这里 就可以有一个地方 给你去打这个App的名字 你想下载App的名字 就可以打到这里 那你就点一下灰色的任何地方 轻轻点一下 就会有这个键盘出来 有些同学 可能你点了上面那里出来的 不是一个英文键盘 它是一个中文的手写板 那如何去找回这个键盘出来呢 我们就要去按这个地球 按住它 按住它之后 上面就会出现这些选择了 其中一个就应该是会变回英文 那我们就要点一下英文 那么就会出现这个英文键盘出来的了 我的示范呢 就是想找这个App 叫Youtube Youtube就是Youtube 我就慢慢打进去 我把它打进去 Youtube 那么我其实在打的时候 你没有留意到 这里上面呢 iPad已经在猜中 给你想打什么 那我就看到这里 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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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个就是我想找的App的话 那我就只需要在这里碰一下 我就不需要再继续 我触碰到这里 触碰到后就会出现这个YouTube的APP YouTube其实有很多不同的APP 它有这个叫YouTube Kids YouTube Music 但我认得我需要这个图案是这样的 叫YouTube 我就想要这个APP 在iPad上面的APP 它是会有评分的 都是一些用过这个APP的人 去评分它 譬如这个YouTubeAPP 是有五个星的 这里看到有五个灰色的星 五个就是最高分 我们试试看看下面 有没有一些低分点的APP 譬如这个YouTubeTV 和YouTube Studio 两个都是只有四个星 第五个是白色的 所以这个只有四个星 通常我会建议我的学生 最低限度要有三个星 才好下载的APP 如果是比三个星 可能代表那个APP 就不一样 可能有些不太好用 所以我不建议学生去下载 最少要有三个星 或者四个星 最好有五个星 就可以下载了 好了 我们现在找到YouTube这个APP 但如何下载到iPad上呢? 就是这个 这个好像一颗云 然后有一个向下的箭嘴 就代表下载的意思了 如果我以前已经在iPad上 装过这个YouTube的APP 而我去取消了它 删除了它 我下次再来这个APP store 想再下载回去的话 就会出现这个图案 一颗云 接着加一个向下的箭嘴 如果那个APP 是从来我没有下载过在iPad上的 那你就不会看到这个云 你就会看到这个GET GET这个字 都可以按它来下载的 所以两个按针 都代表你现在是可以下载的 那我们现在想下载这个YouTubeAPP的话 就需要触碰一下这个 有向下箭嘴的云 那就可以了 那你见到呢 这里有个正方框框 中间有正方一点的呢 那这个呢 就代表是暂停的 譬如呢 你现在改变主意 我不想下载它了 那你就可以触碰一下正方形那里 当呢 这个蓝色的圆圈呢 围满了一周的时候呢 就代表它已经下载完毕了 那现在呢 就还要等着 可能呢 需要几分钟的 那视乎呢 就是你 你家里的那个WiFi的速度 或者呢 这个你想下载的程式呢 它有几复 如果一些复杂一点的APP 可能呢 它的Size 就会大一点 那就需要长一点 那现在呢 它呢 变成了open 这个字的意思呢 就是说呢 已经下载完毕了 你可以把它打开了 来用了 当你会下载一个新的APP 其实呢 它会将这个APP的图案 加在你的主画面上的 我们呢 可以回到我们的主画面 检查一下 有没有这个YouTube的APP的图案 先加进去 回到主画面 我们需要去这个圆形这一点 那么我们呢 就要按一下下去 那么呢 我们呢 试下找一下 这个主画面 啊 在这里了 它就加了下来 这里 就YouTube这个APP 来到这里了 那么最后呢 我想说回呢 你的APP商店呢 应该呢 就已经是加了 你的Apple ID 你的户口的资料呢 下去 那你才可以去下载一些程式的 如果呢 有种种原因 如果你的Apple ID的资料呢 是没有在这个App Store里面呢 当你想下载的时候呢 它会需要叫你输入你的Apple ID和密码进去的 这样的话呢 你就要看回你的Binder里面了 里面呢 就应该会有你的Apple ID的名字和你的密码 那你就需要输入回去 这样呢 才可以给你下载的 但正常来说呢 你这些资料已经会记住的了 那你输入了一次呢 下次就不需要再进的 只不过有时呢 可能有一些意外 你不小心按错了啊 或者一部机呢 它有时更新了 搞乱了的资料的时候呢 有可能 那你重新要输入你的Apple ID进去 好了 那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了 多谢你的收看 希望你们学到一些东西啦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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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